我們家裡做的東西一定不是我買的 一定是陳佩琪買的 參與社會局發起的贈務網站活動 台北市長柯文哲卻開了妻子陳佩琪 一個小玩笑 看似輕鬆的場合 勸勉不了被問到香港反送中打遊行 如同我之前講的 大家講說一國兩制是香港模式 你只要在台上講 台下台灣人就跑光光了 所以表示說中國大陸在處理香港問題 他們自己要想一下 因為台灣人都一直在看香港 到底會怎麼樣 柯文哲強調對岸頻頻對台灣 以一國兩制作為號召 但以香港現狀為借禁 若是不好好處理 恐怕也讓人民難以安心 倒是現在讓柯文哲深陷危機的 恐怕還是大舉檔案 如果你有原始錄音檔 那你第一次就全部公開就好 你還故意切個七段 然後這樣顧部移政 所以我就起來 我很討厭這些政治 這些政治人物就這樣 要喬什麼蛋 我覺得這就是奇怪 做壞事的人都一直在懷疑別人做壞事 所以實在是 不然你去聽 你聽出什麼東西有問題 柯文哲再度強調 這些只是內部會議紀錄 不過若是大舉檔案不好好處理 恐怕將成為日後選戰上的巨大絆腳石 不過對此 柯文哲不以為意 還與初情人表示 若是2020總統大選 與韓國瑜一對一對決 他會贏過韓國瑜 最近在看那個民調 有一個很奇怪的民調 你知道 如果一對一你知道 如果我一對一 我會贏韓國瑜很多 蔡柯配還是柯蔡配嗎 好來好來 這樣才會贏韓國瑜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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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需要 好來來來 你自己嗎 被問到是否與民進黨合作 柯文哲說沒有必要 選不選2020柯文哲也不鬆口 但他的發言及動向 都牽動著2020大選變化 關於新聞王家傑 丁上城台北報導